HELLO,大家好,我是Ludo Family的Bolia,或是小鹿 那今天第一次用中文來錄影片 我們接下來會多錄一點用中文跟大家聊天的方式 這是一個新的系列 開始之前先跟大家聊一點 其實澳門的防疫是做得非常好的 去年一整年都只有46個案例而已 昨天新增了一個新的輸入型案例 昨天有兩架班機有一百多個澳門居民從國外飛回來 那他們已經先知道說這些居民都是從高風險地區回來 所以整個配套措施都做得非常好 21天的醫療隔離再加7天的自我管理 所以基本上28天 而且在其中會做4到5次的塞驗 28天如果之後測出來是陰性的話 其實基本上已經算是蠻安全的 應該是不用太擔心啦 就是最怕還是社區感染 那今天我們要來聊的呢 就是你以為的異國婚姻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破大家的刻板印象 大家很多刻板印象例如說 法國人就是浪漫 美國人就是獨立自主 烏克蘭女人就是漂亮 像我們被最常問到的就是 烏克蘭的女生是不是都這麼漂亮啊 是不是都很賢慧啊 怎麼樣怎麼樣 但其實這些都是刻板印象 每一個人在不同的生長環境跟家庭長大 他的個性都會不同 就算是同一個家庭養出來的 像我老婆跟我老婆的姐姐 他們兩個同一個家庭長大的 個性也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你不能用一個國家來說 那邊的人都怎麼樣怎麼樣 也許有個大方向 但是其實人的個性差異更大 所以都建議大家先打破 什麼人什麼人 他其實就是一個獨立的個體 用這個獨立的個體來認識他 不要用刻板印象去說 大概上都是怎麼樣 再來第二個 異國戀來自兩個不同國家的人 當然最大的影響就是文化背景的不同 那這些文化背景的不同 很有可能就是吸引你們當初 兩個人在一起的最大原因 因為其實人都是會被 與自己不同的特質所吸引 所以剛好他可能會呈現一個 你想要但是你從來沒有的那一面 所以你們兩個就互相信 但是時間久了 原本吸引你的東西就變成 讓你反感的地方說 為什麼你都跟我不一樣 要記得這都是一體的兩面 舉個例子我跟Dania 我們就經常會 譬如說我跟Dania會因為吃飯的時間而吵架 或者是吃飯的要吃什麼東西 而有一些爭吵 當然不是非常大 不是非常嚴重的爭吵 但偶爾還是會因為這些 有一些摩擦 但是很正常 因為每個夫妻多多少都會 因為也許要吃什麼東西 或者這樣 因為這個事情吵架 這個我們以後可以開集 好好地講飲食差異的問題 當然最明顯的就是 烏克蘭人的主食是馬鈴薯 然後亞洲人的主食可能是飯 麵 那主食的差異 甚至吃早午晚餐的量也有差異 譬如說烏克蘭人習慣在午餐 他們的午餐是下午四點到六點之間 或是兩點以後到六點 這一段午餐而且會吃得比較豐富 那我們的習慣可能是六點到九點之間 這一餐會吃得比較豐富 所以有的時候就會變成 我想要吃多一點的時候 他覺得說不用吃那麼多 那他準備很多食物的時候 現在還早為什麼要吃那麼多 其他的觀念上的問題 更不用講很多 通家庭觀念 理財觀念 社交也是一個很大的 我們有發生爭執的點 大家講斯拉夫人 東歐人比較直接直來直往 看到你也不會微笑 不爽就講不爽 但是亞洲人 東方人 台灣人 中國人 比較注重社交禮儀 凡事要講禮 然後不能隨便 面露歹色 不給人家面子 這點他可能會沒有辦法理解 說我已經怎麼樣了 為什麼還要 所以就是沒有誰對誰錯 但文化背景不同 造成這樣的原因 那當然跨國婚姻還有其他更多的問題 像是結婚登記 譬如說像我們結婚登記非常困難 要去烏克蘭登記 然後還要在台灣登記 中間還要加一個面試 登記本身是不花錢 但是兩頭跑跟準備文件 這些時間才是最花錢的東西 一次要辦完 這起碼都要兩到三個禮拜到一個月 這麼長的時間才有可能 一次全部辦完所有的結婚登記所需 如果你是兩個本國人的話 可能一個下午就搞定了 而且不用花錢 再來就是因為你雙方會離開原生家庭 你們住的地方可能就不是跟原本家庭住在一起 那你要回去探親或是回去看家人的距離 跟花費跟時間都會變得很長 那如果你的工作或是經濟能力沒有辦法負擔的話 這個也會是造成另外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沒有辦法回去看家人衍生出來的 當你在異地沒有朋友沒有家人 文化習慣不同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心情不好 因為你沒有朋友沒有家人 沒有了解你的人可以去支持你 所以也會造成其中一方的心理的長期的壓力啊 或者是覺得沒有抒發 那如果你另外一半又沒有辦法跟你 可以幫你好好紓解的話 這時候就很容易產生糾紛 就是為什麼常常異國婚姻會結束 就是因為兩個人搬到其中一個國家去住 然後另外一個住的實在不習慣 又沒有依靠又沒有支持 所以最後就結束這場婚姻 所以你們以後要想清楚喔 如果你要嫁一個外國人或是取得外國人的話 你們要住在哪裡的問題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提出一個非常好的建議 就是譬如說 A跟B結婚 他們都不要住在A 也不要住在B 要住在C第三國 一起在這個國家居住工作或是生小孩 沒有偏袒任何一方 這樣最公平 其實是非常好建議 像我們現在其實也是 我從台灣來 Dania從烏克蘭來 但是我們兩個目前生活在澳門 那當然有時候我們會回去台灣 或是回去烏克蘭 澳門畢竟還是在亞洲 所以對我還是比較有利一點 譬如說語言啊 生活環境啊 生活習慣 對我來講都不太需要太大的適應 但是對Dania來講比較 他比較需要更多的精力去適應 但是同時我們也未來規劃到烏克蘭去住住 所以他現在會遇到的問題 就是我未來會遇到的問題 所以其實也蠻公平的 如果你們以後是A跟B結婚 然後住在A或是住在B的話 那你們就要想清楚了 怎麼樣可以建立另外的社交權 或者是怎麼樣可以照顧到對方的感情 如果你跟對方的家人一起住的話 那可能會產生的摩擦可能會更多 因為加上文化背景的不同 然後你又遠離你的家人 但是卻跟對方的家人必須要每天相處 或是常常經常要相處的話 造成的摩擦可能會更大 這一點也是要小心的 不過呢 跨國婚姻的確是可以為生活多加一點樂趣的 因為你可能可以學習到不同文化的好的一面 譬如說 我們又可以過跨年 又可以過斯拉夫新年 然後又可以過中國農曆年 這樣有不同的文化 會讓你的生活多彩多姿一點 只是說這些東西真的是需要長長的溝通 不然你們的爭吵也是絕對不會少 在這邊可以給所有是異國婚姻或是異國戀 你的另一半來自於一個不同國家不同文化的人 這樣的一些建議 就是說 在一起一定會遇到這些問題 那 重點就會變成你們怎麼樣去溝通跟協調 互相妥協 所以怎麼樣找到一個平衡 讓雙方都可以接受 才是最重要 就不要 一昧的以一方為主 就是說 我不會 譬如說 我不會要求Dania說 台灣都是怎麼樣做啊 所以你也要怎麼樣做啊 你搬來台灣啊 你去學中文啊 他也不會要求我說 斯拉夫男生都怎麼樣啊 你要學俄文 烏克蘭文啊 或是搬去烏克蘭 都是可以溝通的 最重要的就是 保持這個兩邊的平衡 如果可以掌握這一點的話 相信都沒有什麼問題啦 好 今天的閒聊就先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留言告訴我 因為這個系列是用中文 我就不會上字幕了 但是 你還是可以打開下面的 自動翻譯就會有字幕 你要用電腦開啟這個網頁 然後 按自動生成字幕 然後再按自動翻譯 你就可以選成 英文 如果你要分享給你的 另外一半看的話 他應該會 自動翻譯成 就是翻個七八成 大概像這樣子 希望這系列對大家有幫助 我希望以後還可以再跟大家 閒聊更多 而且不用上字幕 就是很爽 為什麼我們每次跟Dania的影片 一定是用英文溝通 這樣才可以真實的對話 那 用英文溝通的話 通常就要上字幕 因為很多的觀眾可能 英文能力不是太好 或者是他們需要看字幕 才能了解到我們對話 同時用英文也是讓我們 遠方的親戚 烏克蘭的親戚 都可以看得懂 說我們生活在幹嘛 但是像這樣的閒聊 節目的話 我就可以用中文 那你可以告訴我 你到底喜不喜歡這樣的系列 中文是不是對你更好呢 還是你比較希望 多聽一點英文 看我們的互動 告訴我你的想法 然後也歡迎大家留言發問 說你們想要知道些什麼樣的問題 你跟Dania到底吵架 這吵什麼 你們都怎麼吵啊 好我們都用英文吵啊 就是 吵架啊 對 大致上都 還OK吵啊 都可以 吵架不是太大的問題 好 今天先到這邊 下次見 baka baka 好